新北市一名毒販有錢買價值七十萬元的二手賓士 卻不願意繳納高額的稅金 於是他一想天開 在網路上面購買假的車牌 企圖躲避警方追查 但嫌犯交通違規真的是太多 罰單全都算到原車主的頭上 事情曝光之後 警方鎖定追查 不但成功逮到人 還查扣大量毒品 你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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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上套 先上套 這不是我的牌啊 沒關係 你看 黑男開車到停車場 被警方鎖定團團包圍 原警仔細張車子搜了個遍 果然發現大量毒品 喔 很多耶 更離譜的是這輛兵士車不只藏毒 甚至還掛假車牌 你買兵士然後腳不洗碎 然後你把原本車牌爆停死 你換那個人家別人的車牌 被警方鎖落到不行 嫌犯裝假車牌 在路上趴趴走 還平平違規超速圍停樣樣來 害原車主一直收到罰單 氣炸了 人家去告啦 罰單 罰單給人家繳 過路費給人家繳 9月初原車主老是收到紅單 總計多達3萬多元 仔細一查才發現自己的車 明明是雙排氣管兵士 但檢舉照片中卻是四排氣管 外加自己明明住在新北三重 違規地點卻都在英哥三峽一帶 警覺車牌遭盜用 立刻報警 趁他開車進入停車場 前後包抄 當場查購假車牌兩面 另外在他身上 也收出一級毒品 和二級毒品 海洛因跟安菲他命 原來毒販怕被查 以妻子名義買車 卻又自作聰明 未賭高額睡金 掛假車牌 違規趴趴走 最終還是在警方手裡 這下除了得吃上刑責之外 還有高額的罰款 等著他 接著總會報導